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最近突然出现重新掌权的迹象 成为了中国新闻的热门话题 日经新闻中国专栏编辑中泽科二 19号以李总理回来了 李克强经济学也回来了 习主席的经济失误 为权力共享铺平的道路一文 对近来中国官场的权力变化做出了评论 中国总理作为国务院的首脑 历来负责宏观经济的政策 但是过去九年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权力集中在他的手里 李克强作为总理的权威名存失望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4号早上 中共党员在翻阅执政党喉舌人民日报时 应该会大持一击 因为第二版是李克强三周前演讲的权文 之所以令人惊讶 与其说是总理李克强在4月25号的 廉政会议上讲话的内容 不如说是在官方文件上面给出的长达1万次的版面 就内容来看 李克强谈到了精益政治 这跟习近平根除腐败的重大政策相一致 但是仔细一看 李克强的演讲当中有几个有趣的元素 作者注意到 在李克强的演讲当中几乎都谈到了经济 包括重建经济的措施 对市场机制的承诺 减轻税收的负担 支持中小企业跟创造就业的机会 而这些正是李克强经济学的支柱 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一词 源自于英国巴克莱资本 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一平 指出掌管中国经济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为国家经济发展制定的增长计划 巴克莱在发布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 李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支柱 包括了不出台刺激措施 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 其核心是向市场放权让利 但是李克强本人从来就没有明确提出过 这三大要素 也没有将这三大要素归结为李克强经济学 不过随着习近平逐渐插手经济事务 李克强经济学便被实际搁置了 但是4月25号的讲话表明 李克强的经济剧本似乎又开始全面展开 在当天的演讲当中 作者提出最吸引他注意力的一句话 那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责 也是提高党风廉政建设的本质要求 作者认为李克强不只是谈论经济 甚至跨界到了如何管理共产党 而这无疑是在践踏习近平的特权 会后官媒新华社也报导说 总理强调要加大力度反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跟奢靡之风 尤其要注意前两个问题 这一次的讲话当中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尽管在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政治局常委会最近一次的会议上面 重申了习近平的标志性心灵政策 但是李克强几乎没有提到这一点 这可能跟中国四月份的经济表现 非常糟糕有关 工业产值跟零售额同比均出现的萎缩 不仅是零疫情 还可能跟习近平先后启动的 对科技企业 房地产企业跟补习学校的打压有关倡议 如果从政治角度来分析 最近一连串的事态发展 自然会认为自四月份 中国经济明显失去动力以来 党内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人民日报对李克强的报道 暗示了经济政策制定的转变 从习近平的一个人统治 转变为总理掌权 至少可以肯定的说 未来会有更多的政策协调 然而习近平并没有悄悄地退位 在被广泛视为反击的情况下 以习近平的一位密友 和立峰为首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推出了一本名为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的新杂志 通过将经济作为习近平思想的一部分 国家发改委 发出了习近平控制整个新时代的信号 与此同时 习近平的追随者 对一场纪念共青团成立 100周年的活动施加压力 而共青团是李克强跟他的导师胡锦涛的权力基地 该组织在胡锦涛时代达到了鼎盛的时期 胡锦涛曾经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几年之后的李克强也担任了这个职务 但是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 共青团的命运变得更糟 黑暗的日子也开始了 2012年5月 建党9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来举行 100周年的庆典则是在较小的宴会厅来举行 参与者的名单大大的缩小 习近平在讲话当中 强调了在青年参与者面前斗争的重要性 并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共青团 现任共青团第一书记赫军科 对习近平大家的赞赏 表示只要国家在习近平的带领下 中国就将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前进 共青团的衰落也体现在数字上 经过多年的稳定增长 直到胡锦涛时代会员人数急剧的下降 2012年底共青团有8990万名的成员 但是到了2021年底会员人数暴跌到7371万人 在同一个时期共产党员的人数增加了略多于1000万人 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严格执行的一项规则 要求年满28岁的人必须要退团 尽管一些共青团员经常在团里待到35岁 但是不管如何 这还是不能够解释这9年多期间达到1600万人的减少 共青团的影响力也遭受到打击 2016年 习近平政府宣布了对团中央的严厉改革方案 抨击了团中央的四大问题 包括了贵族化跟注重娱乐性 对于身为红二代的习近平来说 庞大的共青团组织 是一个拥有政治权力的抵对团体 如今出身共青团的李克强重振旗鼓 对比与共青团百年盛世的冷遇 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事件 被认为反映出了今年秋天二十大的政治拉锯战 李克强曾经公开表示 这是他担任总理的最后一年 但是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之后 他有可能在五年之内继续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 这是因为今年秋天66岁的李克强 还没有达到68岁的退休年龄 对于迄今为止 享有不受挑战的统治的习近平来说 这将是一件大事 如果他打错了牌 他在技术上可以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 但是只是名义上的领导人而已 习近平要想继续成为乌与伦比的领导人 就必须要赢得政治的斗争 而历史告诉我们 重大的事态发展 总是会在党代会的前夕来发生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月20号到24号 前往韩国跟日本进行访问 这是他上任之后首次的亚洲行 拜登预计20号抵达首尔 跟韩国的新任总统尹熙月来进行会谈 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18号表示 随后拜登将转往东京 并预计在东京宣布 成立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 印太经济架构 届时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将亲自出席 澳洲东南亚跟东北亚的领袖 也将会视讯与会 华尔街日报分析 拜登上任以来首次的亚洲行目标 是试图要把重心重新转往 对抗中国这个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美国之前因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分散了对这个要务的关注 日本跟韩国是美国在亚洲的两个亲密盟友 这两国都希望美国更大程度的参与亚洲事务 另外拜登也将着手加强与澳洲跟印度的伙伴关系 并准备在东京正式宣布成立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 印太经济架构 尽管一些盟友跟伙伴对这个架构的评价不一 认为它缺乏具体的内容 而且没有扩大美国市场的准入 不过如今亚洲的紧张局势也正在加剧 朝鲜虽然深陷严重的新冠疫情当中 但是有报道指出朝鲜正准备在美国总统访问韩国之前 再是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目的是在制裁问题上面加大对美国的压力 美国的情报显示 朝鲜真有可能在拜登出访之前或者是期间 来进行核试验或者是飞弹试验 或者是两种试验都进行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 我们正在为所有可能的突发事件做准备 包括在韩国或日本的时候 朝鲜做出这种挑衅行为的可能性 新当选的韩国总统尹熙悦也将与拜登会晤 他希望重新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关系 而此举可能会激怒朝鲜跟中国 然而尽管朝鲜半岛的局势 是美韩领导人共同关注的议题 但是跟中国相关的地区安全问题 才是拜登之行的焦点 华尔街日报引述亚洲官员跟安全分析人士的看法 表示在美国专注于欧洲战争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可能会放心大胆地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施压 并且进一步地扩大对周边邻国的外交 经济跟其他形势的胁迫 有分析便指出 中国强硬的外交政策 会促使许多国家希望通过跟华盛顿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来制衡北京 外界一直有声音指出 白宫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有力回应 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对其他优先事项的注意力 也没有阐明更有力的对话战略 对此白宫重要官员急忙澄清 表示他们并没有被乌克兰战争 美国去年从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局面 以及通胀跟持续的新冠疫情等紧迫的国内问题来分析 他们表示对于拜登所说的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之争 这个整体目标来说 阻止俄罗斯的目标至关重要 也是向北京发出了一个信号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18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间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通话 中方表示杨洁篪对美方采取的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提出了批评 杨洁篪同时就台湾问题警告了美国 警告美国如果执意打台湾牌 必将局势引向危险的境界 他还表示中方将会采取坚定的行动 来维护自身主权跟安全的利益 而且会说到做到 八广报导指称 中方以上通话内容并不令人震惊 但是出乎意外的是 彭博社的报导还透露说 杨苏通话还涉及到杨洁篪所说的 美国对预定在今年秋天 举行的中共二十大党代会采取的干扰动作 彭博社表示 杨洁篪16号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面 发文指出 北京将对华盛顿在中共二十大前 为了压制跟控制中国做出的任何言行 予以坚决的回应 这指的应该是 最近从中国出口到海外的一些 有关习近平势力下降 导致二十大连任出现变数的传闻 就在舆论还对这一些传闻 将近将以莫中一世之时 杨洁篪的警告 是否再将有关习近平的传闻追踪怪罪到美国头上呢 对此 白宫方面则表示 沙利文跟杨洁篪讨论了物恶战争 跟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 并没有提到是美中关系的哪一些问题 这次的通话是3月14号 双方在意大利罗马会晤之后的又一次接触 讨论的焦点是地区安全问题跟核不扩散的问题 另外美联社有报导指出 中国外长王毅跟日本外相林方正18号也举行的视频的会晤 王毅主要就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峰会提出了批评 王毅说日美是同盟关系 中日地结有和平友好条约 日美双边合作不应挑动阵营的推抗 更不应该损害中方的主权 安全跟发展利益 王毅还告诫说 日本不要为他人火中取地 不要走以零为祸的企图 发广报导指出 无庸置疑的拜登这一次的亚洲之行状投稀之一 就是跟日韩英澳等国讨论美国主导的印太新经济圈构想 印太经济架构 美国去年10月首次公开提出这个构想 希望由此促成印太地区广泛经济合作的架构 来应对数字时代 国际供应链 绿能等新兴的贸易问题 美国也希望以此来填补自己离开CPTPP之后 在亚洲产生的空白 来对抗强化影响力的北京 另外北京紧张不安的还有台湾问题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 预定在5月23号举行的 日美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草案 提前在17号曝光 不仅再度列入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还将进一步列入日美共同遏制 应对中国当局行动的方针 另外美国将提出透过核保护伞 来实现日本防卫 跟日美两国安全保障的共享 不过尽管美国强调 印太经济架构的包容性 由美国52名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团体 在18号也共同签署了一封给拜登的信 敦促将台湾纳入到印太经济框架 台湾方面也多次表达加入的意愿 但是路透社此前曾经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三月中 举行的闭门会议透露说 美方现阶段没有考虑将台湾纳入到IPEF 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8号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 又再次的强调 IPEF将会是开放而且具包容性的架构 强调没有要把任何人拒之于门外 包括台湾在内 美方会与区域几乎所有的国家互动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 总体而言白宫在经济往来方面的行动过于小心 没有办法为该地区许多国家提供可行的方案 来替代他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 布鲁金斯学会学者 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杜大为表示 拜登的亚洲政策缺少的是经济上的参与 中国正在制定新的贸易协定 并且加大参与的力度 美国却没有行动 亚洲国家总体上对于孤立跟遏制中国并不感兴趣 也不希望发生新冷战 虽然中国政府四处扩大影响力的举动 疏远了一些国家 但是中国领导层也抛出了贸易 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诱饵 来争取各国政府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让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 无论如何 拜登的这一次亚洲之行 已经引起了公众对美中关系的关注 而中国朝鲜等国也通过了外交 或者是军事动作来凸显自己的力量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